大家好,我是小安 今天闺蜜给我分享了一道特别神奇的挂油去脂汤 喝了七天瘦了好几斤 腰细了,腿也细了,真的是太神奇了 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我们先来准备一颗橙子 橙子的维生素特别的多,膳食纤维比较丰富 减肥的朋友们可以多吃一点橙子 膳食纤维能够害得促进肠道的蠕动 能够排出我们身体里面多余的油脂杂质脏东西 挂油去脂的效果特别的好 准备好的新鲜橙子放入碗中 加入清水,把橙子打湿 加入少许的盐 我们用手搓拌搓拌,把橙子切洗干净 吃橙子的时候不要去除外皮 外皮呢有非常丰富的果浆 果浆中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多吃果浆对身体很好的 橙子外皮有微层果辣 这种果辣是不可以食用的 食盐又害好的摩擦能力 可以把橙子外层的果辣去除 我们多用手搓一搓,洗一洗 多洗一会儿,去除果辣 食盐不光可以去除果辣 还可以检单到杀菌消毒 这样清洗过后橙子我们吃得特别的放心 搓洗干净再换两面清水洗好就可以了 这样清洗的橙子特别的干净 我们吃得更放心 橙子洗干净 前面的根地去除不要 这根地的筋膜特别的多 影响口感也不好吃 没有营养的 再把橙子切成薄片 橙子不需要准备太多 半克就可以了 这个橙子真的特别的好 口水都流出来了 特别的甜 很好吃 汁水也非常的多 橙子的维生素特别的多 先说我们要多吃橙子 补充维生素 要比吃任何的补药都补 天然的维生素非常的好 橙子切好放入小盘中备用 再准备几颗红枣 放入碗中 加入清水把红枣打湿 来一点面粉 用手搓拌搓拌 把红枣清洗干净 多搓一搓 我们来看一下 红枣结构特别的复杂 有好多的沟壑 这些沟壑里面都藏着很多的灰尘 不好清洗 用手也搓不到 加入面粉可以更好地吸附 沟壑里面的灰尘 清洗得很干净 因为面粉有很好的吸附作用 所以让面粉清洗的红枣非常的干净 多搓一搓洗一洗 洗好多放两边清水 淘洗至没有面粉了 红枣洗干净就可以了 洗好的红枣捞出来看看 真的是非常的干净 过后一点灰尘都没有 红枣洗干净 用去核器把枣壶去除 枣壶是不可以使用的是热线的 红枣是特别好的滋补家品 补气补血没有养颜 平时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红枣 尤其是我们女性朋友们 每天吃上几颗红枣 补气补血 气色特别的好 脸色红润有光泽 非常的好看 平时我们可以直接吃 或者泡上水喝都很好的 再用剪刀把红枣剪成小段 这样会更好看 吃起来比较有食欲 准备一口电炖小锅 加入适量的清水 盖上盖子开大火把水煮开 这会准备一颗大苹果 又红又大 用清水打湿 我们在买苹果的时候 可以选的这种苹果 红里透黄 黄里有点饭绿 这样的苹果是成熟度一致的苹果 而且是自然成熟的苹果 这种苹果吃起来口感特别的好 清脆爽口 汁水较多 非常的甜 表皮带一些斑点的 这样虽然看着比较难看 但是特别的好吃 苹果洗干净 对半切开 一分为四 这样方便去除果盒 果盒属于酸性 我们一定要不要食用 去除的干净一点 紧切的果盒减 旁边的果肉也去除一些 这样会去除的很干净 吃起来更加的放心 再把苹果擀刀 切成薄片 苹果中富含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膳食纤维 碳水化合物 一样价值特别的高 苹果属于低脂低卡的食物 减肥的朋友们可以多吃苹果 既有饱腹感 而且不会发泡 特别好的一种水果 还能够补充水分 防止水分脱湿 维生素 膳食纤维特别的多 膳食纤维能够看到了 促进肠道的蠕动 切好苹果片放入盘中备用 3分钟过去了 水已经煮开了 苹果块放入锅中 橙子片也放入锅中 红枣蒜叶放入锅中 盖上盖子开小火焖煮20多分钟 煮出所有生产的香味 这会儿我们再来清洗几颗苹葵 苹葵中富含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 维生素 我们要多吃苹葵 苹葵特别的好 滋阴壮阳 一些朋友们多吃苹葵 皮肤变得非常的好看 用手搓捏搓捏把苹葵清洗干净 苹葵勾后有好多的灰尘 不好清洗 多洗几遍 洗干净就可以了 洗好扣水捞出来 20分钟过去了 焖煮的差不多了 煮出了香味 洗好的苹葵放入锅中 再煮它2分钟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加热苹葵的时间 一定不要提前加入哦 提前加入苹葵呢 营养价值会流失 煮的时间比较长 口感也不是很好 出锅前2分钟加就可以了 再把它焖煮好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沉入碗中就可以喝了 我们喝的时候呢 苹果红枣 橙子都是可以吃的 不要扔掉哦 苹果橙子煮过之后呢 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吃起来口感也特别的好 有好多朋友们会说 水果煮过之后一点营养都没有了 吃起来特别的难吃 因为所有的水果煮过之后呢 特别的软烂入味 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吃起来口感会更好哦 柳果煮凉凉一会儿 30度 再加入一勺蜂蜜 搅拌搅拌搅拌均匀 这样蜂蜜的口感喝起来特别的好 酸酸的甜甜的 非常的不错 晚上我们可以喝上一小碗汤 非常的有饱腹感 饱腹感极强 苹果和橙子都是低脂低卡低烂烂的水果 减肥期间可以多吃一些这样的水果 特别的好 不但不会发胖 而且还有粗心肠道的蠕动 对我肠道很好的 这样吃呢 特别的有饱腹感 喝上一小碗就饱了 晚上不要吃别的东西 坚持一段时间后 就会有影响不到的惊喜还有收获哦 真的是非常不错 特别简单又方便的瓜油去脂汤 喜欢的朋友们收藏起来 有空试一试吧 点开我的头像可以看到各种的美食视频 如果你还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赞关注留言转发 这里是小安美食馆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